SCP-490 Ice Cream Truck 惊奇口味冰淇淋车 项目等级Safe 偷送用措施 SCP-490放置在储车库17GOLF 车库17GOLF安装了高性能隔音板 车库的门替换为使用内部密码锁的隔音门 SCP-490的四个轮子用车轮锁锁死 并用铁链锁在四个木质栓上 并且嵌入至少三公尺深的混泥土地面中 描述 SCP-490是在1960年左右 建造出来的一辆冰淇淋车 除了音响系统外 其他部件都符合标准 只有音响系统对操作者没有反应 虽然它看起来硬能正常运作 骑车钥匙固定在钥匙孔中 且无法用任何方法拔出 SCP-490可以驾驶 通过其原本的柴油引擎提供动力 并且驾驶起来和其他同型车辆没有不同 在当地时间凌晨2到5点时 SCP-490会自行启动 并且在当地公路系统中的任一条公路上 以低速行驶 此时它会如同完美状态一般运作 从喇叭里播放一首曲子 曲子目前没有被确认 不过曲调类似于其他同型普通车辆播放的曲子 尽管如此 曲子重不重复 而目前尚没有可以识别的部分 被录下的曲子并没有异常效果 任何听见音乐的人员会开始靠近车辆 无视任何停止的指示 当到达车辆旁边 车辆的后门会打开 在人员进入后关闭车门 同时车门会锁死 无法用任何常规手段打开 而如果干涉则会 如果同时有多个人员同时靠近 他们会自觉在车辆边排队 等待车门再次开启 或直到车辆作用的三小时过去 在车外的人员会在时间到后 在混乱状态下离开 在调查中 他们似乎没有关于此事的记忆 在凌晨五点后 车辆会变回普通状态 而后门也可以开启 任何在音乐播放时进入车辆内的人员都消失了 车辆冰库内储存各种冰冻点心 除了包含传统口味 巧克力 香草 草莓外 包装广告上多出一种惊喜风味 超级惊喜风味 是混入圆肉的冰淇淋 DNA检测结果显示 正是在车厢内消失的人 发现于马萨诸塞州的 该SCP被发现停在一个银行的停车场里 在那里被拖掉至车辆扣压压 项目被轮胎锁住 以至于无法逃脱 在不久之后 附近主题公园 有数名居民失踪 一组基金会特工被派去调查 发现了项目 以及上面的罚款单 并驾驶项目开往赛时期 在途中项目启动 导致出特工 外所有小组成员死亡 此特工当时正在驾驶车辆 并发现了项目 是如何迷惑他的队友的 A 协定被启动 并派遣了更多 装备了隔音耳罩的特工 ACP490在被数量基金会车辆阻挡时 表现出侵略性 开始猛烈撞击基金会的车辆 和试图捕他的特工 在乡村小路上追逐了1小时43分钟后 ACP490自行关闭了 并且马上被装上一辆平板货车 送去赛 以上就是ACP490 简单说ACP490是一辆冰淇淋车 在凌晨2到5点时会播放音乐 听到音乐的人会被吸引进入他的车厢之后消失 而车厢内有含有原肉的冰淇淋 DNA和消失的人相同 这期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期影片 最后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最初的ACP有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